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stell 72年的时候听过他讲的生理化学和病理化学课 Costell 77年毕业以后 然后也有行医执照 但是他没有去做医生 他的Hopper-Sailer实验室来 然后从1878年开始 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核素的研究 所以Costell是加入Hopper-Sailer实验室 Hopper-Sailer实验室原来出过发现核素的 Mitchell Costell才在这样的基础上 同一个老师两个学生分开来做 他就来分析核素的化学成分 然后在1885年他知道核素里面有线飘零 然后核素的名字 后来被德国另外一个科学家Richard Altman在1889年改名叫核酸 他改名叫核酸的时候Mitchell是很不高兴 说有人说这个Altman是分离存化的方法比Mitchell要好一点 所以更纯一点 这个Mitchell就看了 他觉得他这种分离存化跟我原来差不了太多 他就是把我同样一个东西就改了一个名字 再重新叫一遍 我叫核素他就叫核酸 Costell是更用Altman的自备的方法 然后1891年他还发现了 除了发现确实有磷酸 磷是以磷酸形式存在 蝉飘零鸟飘零也发现了 93年的时候 他和他的学生发现了包密定和胸腺密定 最后一个成分尿密定是他的学生 1901年发现了 Costell除了研究核酸以外 他研究了蛋白质 他在1884年发现了主蛋白 然后1896年他发现了常见的氨基酸主氨酸 所以主蛋白和核酸 是他1910年得诺贝尔奖金的工作 是分析细胞核的化学成分 他发现了蛋白质 主蛋白 然后发现了核酸 主蛋白的功能 我们现在知道 是这十几二十年 有很多人研究的 主办的功能在早期研究的人 比较少比较难 但是都是一百多年前发现的 这些线飘零 包密定的化学结构 都是他们确定的 这是Costell1910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奖的字词里面 文章里面画出来的图 所以这里面的碳氢的排列 都是知道 所以知道了这些组分 然后核酸怎么形成核酸链 这个工作主要是Levin Levin实际上是1900年代到1940年 这40年 30多年 将近40年期间 他是做核酸的世界的最大权威 当然在Costell过世以后 他自己是俄国犹太人 因为俄国排油 所以他移民了 他跟家人移民到纽约的时候 他的医学院没读完 所以他再回圣彼得堡 再重新去读完了医学院 然后再回到美国和欧洲 但是他的兴趣就是做研究 而不是做医生 他跟过Costell 1910年诺贝尔化学奖 做研究 也跟过1902年的 德国诺贝尔化学奖 这个Emil Fischer做研究 1910年的时候 大资本家 John D. Rockefeller 在纽约建立 洛克菲尔医学研究所 他当时的目的是要 在美国 也要跟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一样好的医学研究所 John D. Rockefeller 是美国历史的首富 到今天为止 他的财富是超过 迄今为止 所有美国人的财富 他曾经百分之八九十的石油资源 被他一个人垄断过全世界 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资本家 在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这个美国的资本家 和今天中国的官僚资本家 道德水平是差不多的 他同时信基督教 而且相信要慈善 所以他是有史以来 记载着慈善最杰出的人 他私人捐助 作为慈善事业的经费 在实际经费上 他的慈善经费加起来 在今天还可以在 作为今天 有钱人排行榜的钱一百名 就是他拿了他的捐赠资产 和别人的资产 而不是别人捐赠的资产 比较 所以他有相当大量的捐赠 他自己是 一个 要钱什么都不要的人 但是他的钱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捐赠 而且他这个人捐赠是很早就开始 他自己的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爹 是一个做一做事情就垮了 所以一辈子没成功的一个爹 除了这样以外 他爹是道德很有问题 他爹在到处娶老婆 而且同时娶老婆 所以实际上是在 John D. Rockefeller 16岁的时候 他爹换了个名字 在外地娶了个老婆 那就不管他家了 John D. Rockefeller是老大 所以他就不得不 高中没读完 去找工作 因为要支撑自己的母亲 和自己的弟弟妹妹 他肯定知道他爹 在哪个地方跟谁结婚了 只后来对这个事情不再谈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很低收入 我忘掉了是三个月 25块钱还是多少 但是他在第一份工作 拿到第一份收入的时候 一个16岁的孩子 25块钱 他就开始捐赠 所以他的捐赠不是在他有钱以后 而是在他很没有钱的时候 经济很困难的时候 他就开始捐赠 所以等到他有钱的时候 他这个捐赠当然很大 所以他捐赠的 有美国的一些主要机构 早期的公共卫生学院 哈佛大学 John Hopkins的公共卫生学院 全部是他捐赠支持的 芝加哥大学不是公立大学 是私立大学 最早的捐赠也是他 所以那边经济很好 同时他注重黑人的教育 所以黑人女子学院 Sperman College 是他捐赠成立的 然后中国的医学研究教育 也是他捐赠的 协和医学院 是洛克菲勒家族捐赠成立的 长期是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的捐赠是非常有成就 他其中有一句话 是跟另外一个富翁说 他跟Kanegi写过一封信 他当然有捐赠的各种理由 他其中一个理由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不捐赠的话 以后没人 我们死了没人哭 他成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是要做医学方面的研究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现在在1965年以后 改名叫洛克菲勒大学 但是他主要还是生物医学研究 有少量的哲学数学物理 但是七十几个教授里面 只有不到五个人 是数学物理哲学 大部分人是生物医学 因为教了大学 可以有别的学科 但是他没有发展别的学科 也没有本科 所以主要就是一个研究生 和研究 然后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到洛克菲勒大学 在生物医学方面 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包括我们要多讲的 1944年的DNA的发现 但在这以前 这以后都有重要的工作 他现在七十多个教授里面 有三十多个是美国科学院 是活着的 有六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所以他是 活诺贝尔奖金 浓度最高的学校 我应该叫密度最高 比例最大 化合物 因为他们都是分析生物的化学成分 多半东西都不分析功能 他甚至认为自己研究的东西没有功能 他大部分文章都发表在一个杂志上 是发表在生物化学杂志上 Gener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JBC 少数在早期还发表过德文文献 但是后面都是发表这个英文的JBC 他当然我们今天念念不忘他的 是发现核酸的化学结构 所以他知道核酸里面有核甘酸 核甘酸有核糖通过连接磷酸 然后这边核糖里面有核糖在连减基 然后是变成核甘酸 然后再接了几个磷酸 单磷酸 二磷酸 三磷酸 变成核甘酸 然后碱基这一部分 他知道 在COSA的基础上知道 有腺飘磷 鸟飘磷 包密钉 尿密钉 胸腺密钉 而在核糖这一部分 他知道有两种 一种是脱了痒的 一种是没脱痒的 所以这取决于在第二位上 有还是没有痒的差别 他当时把脱痒 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 我们现在的DNA RNA 他们当时不知道是在动物细胞里面 植物细胞里面都有 当时认为是有些里面是有DNA 有些里面是RNA 所以当时是从来源上 它分开来 它在胸腺里面发现的是有胸腺密钉 所以它说是T 这个叫胸腺核酸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叫做DNA 然后酵母里面 它分离到比较多的是RNA 它当时不知道是动物细胞 也以为是酵母里面有多 把RNA当时叫酵母核酸 把DNA叫胸腺核酸 所以这是当时因为分离存化来源 造成了一个误解 后来知道不是这样的情况 后来知道胸腺里面当然也有RNA 酵母里面当然也有DNA 它早期文献是有过德文 它以后的主要的文献都是英文 这些英文文献你们如果要去看 应该是 JBC的所有文献都 现在都是online 我们以前看文章都是看杂志 你们现在都是看online就能查到 你们都查到 它除了知道核肝酸是怎么形成化学结构 它也知道这些核肝酸如何链接形成核酸链 它知道是5撇到3撇的这个磷酸连起来 在核肝酸之间形成 供价件连接形成核酸 然后RNA DNA的结构都提出来了 这分别是在0917年和12年到29年 这20年间 它把DNA RNA的 所谓我们现在叫一级结构 Primary Structure 是它搞清楚的 这是在它文献里面的总记 它当时讨论过一个事情 叫四核肝酸假说 Tetranucleotide hypothesis 它讨论四核肝酸假说 原因是因为它说核酸里面 有四种核肝酸形成 或者是AGCT 或者是AGCU 这是它提出的四核肝酸假说 它的主要目的是跟另外几个 研究实验室在争论 那几个实验室说 核酸里面含核肝酸是两个或者三个 他说不是两个三个 他说是四个 然后这样争论争论争论 慢慢慢慢越来越觉得它对了以后 这个争论被推广了 被潜意识的没有实验证明的推广了 说四核肝酸假说的意思是AGCT的含量 是1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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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是没有做过严格实验的 当然当时要做严格实验 也是有技术困难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检测核酸里面AGCT比例是多少 意思是你测AGCT的检测方法要足够灵敏 检测方法灵敏的时候 以不同的分子你能够检测出浓度差别来 检测方法不够灵敏的时候 你检测不出差别来 所以如果一尺是从地板到天花板这么高 那你量我和姚明 我们两个人在丈量上是一样的 都是不到一尺 大概是一尺的样子 但是都不到一尺 你是测不出差别来 我和姚明高度是1比1 但是当你有更好精确的尺子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两人有显著的差别 这是所有你做检测的时候都要记住 显著不显著是因为 跟你的检测的灵敏度密切相关 是你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方法的 所限制的和允许你的估算的程度 所以当时AGCT首先从理论上提出来 就是没有必要 是在另外一个争论里面赢了以后 推广到一个不必要的范围 另外一个的技术上根本就做不出来 这个适合刚才假说 是一个在这些人头脑里有的印象 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并不是一个天天在念念不忘的事情 但这个在后脑手里有人这样想到的事情 对后面推论其他东西有影响 所以这就是整个讨论到核酸是怎么发现的 核酸的化学成分 化学组成 然后核酸的一级结构 这都是化学家做出来的 但是这就是要讨论到核酸的一个人